看过《神鬼战士》吗? 今天2024年4月25日我们来到意大利罗马竞技场感受电影场景的震撼,并游览那沃娜广场,天使的设计万神殿,来一杯最好喝的金杯咖啡,美丽的许愿池,远近驰名的西班牙广场,最后参观范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游玩吧! 欢迎来到Peter&文文的频道!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一大早在饭店吃完早餐,就从住宿罗马圣保罗皇冠假日酒店,搭乘游览车往罗马竞技场出发 这里面,你就可以更看到罗马竞技场里面的,留在现今2000多年保留下来的一个,我们叫做人类伟大的一个建筑遗址 好,待会我们往右转就要下车了哦! 下车我们要去排队,让我们罗马有专门的导游,来跟各位来做讲解器 我们乔保护房,现在看到的是军事坦丁凯旋门 位于罗马竞技场与帕拉第尼山之间 军事坦丁凯旋门高21公尺 宽25.7公尺 总升7.4公尺 铁圆形状的罗马竞技场由一系列三层的环状拱狼及顶层所组成 每层共有80个拱门 最早以前是角斗士的竞技表演场所 现在看到是十字架 放大看看 在竞技场的北边 也是竞技场中最高的一面 罗马君王的包厢也就在十字架的附近 罗马竞技场能容纳约5万至7万5千名观众 有80个入口拱门 可在15分钟内可入场或散场 是罗马最受欢迎的建筑之一 竞技场周长527米 最高处达48.50米 由石灰石 砖块和混凝土建造而成 外部使用了石灰石和大理石作为装饰 往底下看竞技场地下室占地约半公顷 有蜿蜒回廊和通道 也算是竞技场的后台 据说在竞技场表演前的舞台道具也都相当齐全 大约有80处都暗藏机关 让你可以随时放上或收回道具 走出罗马竞技场 我们搭乘游览车去吃午餐 第一道菜意大利面 第二道菜牛夹肉很嫩 甜点蛋糕好吃 我们来到以巴洛克艺术著称纳沃纳广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摩尔人喷泉 位于纳沃纳广场南端 当时是为了解决供水问题 中间是摩尔人 摩尔人主要表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 周围有四个希腊神话海之姓史崔莱顿 人头生鱼尾 可以吹海螺可阳风起浪 接着看到纳沃纳广场中央只插云霄的红色花岗岩方尖碑 方尖碑连通神戒与世俗 预示着更高智慧降临人间 下方是著名的四合喷泉 极座四周以半握姿态呈现的 就是四合喷泉的四位河神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横河河神 身躯向外扭转 神情冷静 手拿一只桨 代表着横河水域广阔适合航行 前面就是万神殿 门前助力着好几根巨大圆柱 可惜没有安排入内参观巨大的穹顶 只能近看到此一游的感觉 接着来到罗马币喝的金杯咖啡 店员熟练的技巧 准备好咖啡杯盘子 冲泡咖啡 幽默的店员拿起手机向我们拍了照 我们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咖啡是温和好入口的香醇风味 是恰到好处的中烘焙 喝完咖啡我们来到特雷维喷泉 就是意大利文明国际的罗马许愿池 极致华丽的设计与浪漫的传说故事 让这座特雷维喷泉成了观光客们来罗马旅游时必潮盛的景点 人潮很多要小心爬手 许愿池边有好几家咖啡厅 商店,推荐大家这间在面对许愿池左边的Mellegrano咖啡店 里面有一式冰淇淋,披萨 价格算便宜口味也好吃 然后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厕所 买个冰淇淋进去上厕所免费 我们走到罗马西班牙广场 就位在Pintio山丘山脚下的山丘花园 于16世纪都市规划后 建造了西班牙阶梯 串联山丘下的破船喷泉 和山丘上的圣三一教堂 后来成为了当地人生活的重心 也是艺术家,诗人,情侣的聚会场所 现在看到的是西班牙广场中央的巴洛克斯 破船喷泉 破船喷泉是以台泊河泛滥的景象为灵感而建造的 喷泉上方建有一艘与路面齐平的船 让水流进入船舱内 再从破洞处缓缓地流出 形成如瀑布般的景观 宛如船即将沉没的模样 因此得名,破船喷泉 我们参观完罗马西班牙广场 就要去半地方圣彼得教堂 排队人龙很长 我们排了约一小时三十分才进入教堂 柱廊柱头上装饰着140位圣人雕像 虽然参观教堂不需要费用 但却需要服装及安全检查 衣着上不能穿太清凉进教堂 中央位方尖杯 圣彼得广场位面宽240公尺的椭圆形 两段位两座水池面对着两个半圆形柱廊 圣彼得大教堂 欣赏完广场后 我们终于进入圣彼得大教堂 进入教堂右手边第一件艺术品 就是最有名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圣伤》 在意大利文中有悲悯 虔诚之意 圣母玛利亚抱着被钉死的耶稣身体时的样貌 悲伤不是这作品的重点 而是圣母表情很镇定 坚强 中文字幕《圣伤》 中文字幕《圣伤》 宣伤 我给声封 没有主力装 看完教堂之后,就去吃晚餐 餐厅内四周有意大利著名景点立体的壁画,非常好看 晚餐第一道菜是薄皮披萨,饼皮薄脆 第二道菜鮪鱼意大利面,爽口好吃 甜点是入口即化的提拉米苏,味道很浓郁 我们吃完晚餐坐上游览车,回罗马圣保罗皇冠假日酒店 结束今天罗马旅程,明天也要搭机返台 在意大利旅程有太多的惊奇与视觉之美的浪漫 让我们带着满满回忆回家,期待下一次观赏